阿宁医师的故事 请大家一起观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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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身边发生了一个事件 而这股力量被他看见 然而 科学能够验证与解释我们生活中所遭遇到现象和谜团的比例 是如此的有限 超级怕痛的张一是没有太多的念想 不断从静坐开始慢慢磨到背静下来 还认真运用以能量为基础的功法调理身体 首先开始变化的是体型 两年半内瘦了三十多公斤 身体越发轻松舒服 旁人认为的奇迹开始在张嘉宁医师身上被看见 2017起已不需要服用降续压药 以正常的医师观点来看 是不可思议 因息痛不良于心 长期依赖最强止痛药的张一是 学习在静坐中一意倒进 一个月便不再疼痛 而且行动自如 说是奇迹 对他而言却都是有迹可循 有理为反的 身为奇迹见证者 张嘉宁医师并不藏私 素生经一书就是他以多年的医学养成教育基础为本 结合他过去这些年学习与领悟道能量与修身的功法 并加以验证撰写而成 并写取许多跟他一样因为学习素生经功法 而从各种疾病中重拾健康同行者们的历程 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我们的身体 才能找到治疗疾病的方法 了解能量医学的概念 顺应天地运行最自然的生活方式 找回原本的抵抗力与自欲力 相信并且真正实践 便可远离病痛之 还有身心您的缺损与失衡 愿您能和我一样 犹如重生 张医师 好 有请张医师 这也是他的要求 四一这个时候退场 要有请张医师上这个小讲台 我今天真的非常感恩我的师长们来了这么多 然后还有前辈们 还有我的亲友们 非常感激 我今天事实上 能够把这本书写出来 对我来讲是很痛苦的 因为我不会中打 一些都有秘书 所以我就坏习惯 我不会中打 所以这只手是把 写这本书就把我手的指纹磨掉一指 那当然也是一字一类 我想到我以前为什么要把身体弄坏 然后我今天写这本书的心情是 如果能够重活一次 我要怎么活 各位你们这边有很年轻的人 我恳求你们好好听 这一套理论功法我做了 然后我做得很慢 因为我没有会跟 我真的没有会跟 我等一下就当你知道我做得多慢 好 下一张 这个其实 这个有laser point吗 没有 laser point 那个大家请看外圈 外圈就是近清化条定 近清化条定就是刚才 那个几个前辈有念我的书 就是行而下 行而下是什么 就是我们人可以做到的 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无能为力 你马上要跳到内圈的 意气血精穴 那是我们做不到的 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一个自发的去启动我们的真正的一个无私的意 然后你要走到内圈的话 我跟你讲 你就不要怕生病 你不要怕生病 那我们现在要从外圈开始做 行而下之学就是说近清化条定 你只有通过近 是通一切的路 那怎么样能够近呢 第一个 相信 相信 相信很重要 因为你一直在怀疑的时候 因为你一直在怀疑的时候 你的人生就是灵性 灵性 灵性 那你永远静不下来 你静下来以后 你当然我们 我今天 这本书的后三分之二 全部都讲功法 各位 我所谓 你们咖啡色的字都是这样 你只要开始 开始 述作 我们为什么叫述作 就有别于禅作 或者是静作 因为我们的 我们真正所谓的述作 是指什么呢 就是 你真正做的时候 你不要去想任何事情 叫做诸事不理 这个境界 不容易 这境界不容易 我可以跟各位讲 我述作是怎么练的 我从一分钟开始练 因为我以前 诚如老师所说的 我很肤浅 很浮躁 我一分钟都没有办法 跟自己相处 我眼睛闭起来 我就像屁股 就塞一个冲天炮 我就想跑 我坐不住 我坐不住 我是那么肤浅的人 然后我就强迫自己 因为我看 那些先行者里面 他们都有进步 我想 诶 正如 正如林老师说的 Something must be there 我就 我就想说 有 一定 一定有帮助 他们才愿意这样 乖乖坐在那边 跟木偶一样 所以 我就把闹钟调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我 我受不了的时候 我常常受不了 心浮气躁 然后那时候 又很爱骂人 然后 我就 回到五的背书再做 我花了半年 我素作花了半年 各位你就知道 我是 蜗牛 有些兔子跳得很快 可是后来 蜗牛已经到彼岸 这就是我的 我的 我的 我的心得 我花了半年时间 我才有办法做半小时 当素作的时候 我跟各位强调 很简单 书上都有写 你只要注意一件事情 他们当时 没有教我 现在有书就不怕了 各位 命门 就是在肚脊后面那个穴 就是脊椎这边 命门 命门稍微往前一点 其他全身放松 命门往前 他们那时候没有教我 所以我一坐下去 三秒钟里面就睡着了 因为太累了 上班 人家我回去要坐 坐我就在沙发上 就可以睡着 所以 素作很简单 你就是把命门往前 其他全部放松 心情放松 四肢什么 头都放松 然后呢 要做到一件事情 不要有念头 你知道这多难吗 因为你只有诸事不理 才能进入空性 空性有多重要呢 就是之后 各位能够健康的 最重要的一个key key就在空性 怎么样能够 进入这个空性 就是在 把意守住 所以我们要静坐的时候 开始守意 这个意的话之后 能够开始清 清 清 那清之后 我们开始可以动这个气 各位这个气非常重要 这个气就是内气 我们所谓 我为什么说这本书是能量医学 跟其他的量子医学都不一样 因为是气 这个气非常重要 那我们用这个清 在气中间 我们也可以用加强 是塑形呼吸法 塑形呼吸法有四种 我在书上里面 我比较推的是初学者 永远学四四六二 四四六二是用拍的 吸四拍 停四拍 呼 二三四五六 停二 那你在四四六二的中间 你可以自己吞口水 然后停一下这样子 那这个 我以前这个塑形呼吸法 我都很 平常都很懒 那等到要坐飞机回台湾 他们就 我就发觉开始没有练习 所以我在坐飞机的时候 又一直在练四四六 后来我变成走路 我都可以练 然后之后 练到后来就开始 练这个本源点的呼吸法 所以大家 可以根据书 慢慢一步一步练 你会发觉 四四六二练得好 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 你脑内的那个养分 那个养气的养 养会提高 提高了就不容易失眠 所以我们 有些朋友 在那边的那朋友 他突然跑来跟我讲说 我现在不用吃安眠药了 我说我也不知道 你吃安眠药 你也没跟我讲过 就是 他变好了 他就会来告诉我 那我们都会藏一些 我们自己不想让人家知道的事 所以我很高兴 他跟我有这个分享 所以这四四六二 树行 呼吸法非常重要 那这个气 这个气 你只要开始清了以后 注意 清的气 就可以开始化你的血 这个化血有多重要 我们血 里面承受太多东西 因为血才能到五脏六腑 但是你血如果是灼的呢 我们为什么是灼的 环境 还有我们吃的东西 我们排 我们排不出去的毒素 都在我们血里 所以这个血 必须要化过 那我们有一些工法 树晶晶是非常好工法 而且它本身 可以把你的气提上去 各位 女孩子 有些气虚 有些肾虚 在这个阶段 好好做这个工法 然后呢 之后 你清气了以后 血化了以后 我们开始调 调就是刚刚那个 林院长讲的九四 九四 我之所以说 一开始不能念九四 是因为你静清化 没有做好以前 你开始调 你开始 经络都通了 然后气血都通的时候 你的灼气 跟 你的晦气 跟灼血 全身旁 你知道你这个人 有多难过 所以 这个都是 循序渐进的 那 我们跟我们的八字真言 静静简单 观金顺水 一点都没有被爱 是因为我们都是 从静开始 各位 静是通一切的路 我以前静不下来 我花了半年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 比我更慢 我所带的所有人 都比我快 都比我快 而且我本身没有气感 各位 有些人很有气感 我北京一个朋友 做第二次静坐的时候 就跟我讲 他哪里痛 然后气在他身上 哪里来 最后就冲那点 那点叫膏肓 所以他不懂中医 他也跟我想不出血民 可是他可以告诉我 气怎么走 我觉得很神 但是我没有气感 我只知道说 他们叫我做什么 我就做 好 那个静清化调 你知道开始调 调哪里 用经络去调 这个经 是经络的经 神经的经 也是精神的经 各位 如果有精神 他受这个环境影响 或是他自己 有一些问题的 或是 或是别人 加压力给他 久了以后 他精神状况有影响 在这个阶段 调经这个阶段 就可以好了 那再来呢 最难的是定穴 我们为什么要讲定穴 这个穴是什么 这个穴是一个概念 这个穴不是一个固定的 这个穴如果是固定的话 那我们就不会 要时往下 因为我们每个人 穴都是一个范围 这个穴会跑掉 就像中医所说的 五脏六腑 移位一样 这个穴跑掉了 所以我们最后 如果能够把穴定下来 我们就不用担心生病了 那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启动内圈 但是启动内圈 没有那么容易 没有那么容易 那我本身呢 就是把这个都完全 努力的做 但是我只做到一部分 我就有这个效果 各位 我这个图 应对着我的奇迹 第一个是几个 前辈都提了 我又那么大支 变那么小支 大概是XL吧 不是L XL变XS 那插了五号 那插这个五号 衣服插五号的 意味是什么 我全部重买 因为没有一件可以穿的 我只好全部重买 那重买是很高兴 对不对 但是这个背后代表什么 我以前怎么有办法 把自己吃到那么胖 真的是不可思议 那我做到什么 各位 我把我的毒排掉了 所以我的油慢慢走掉了 我在排油的过程中 还有一点 是整形外科权威 看等一下能不能解释 为什么我瘦30公斤 我没有皱纹 我不用落到你手上去拉皮 就是 就是 好 那我等一下 我就先讲第一个奇迹 我不用拉皮 那现在 因为我是把自套工法 整理出来的人 那 我现在要请原创人 跟我们讲几句话 所以 张医师的校流部 大家一定会觉得 很奇妙 因为这样一个 新医背景的医师 讲了好像是 中医的学历 不过其实张医师 也有中医的背景 对不起 好 张医师的 说明到 这个阶段呢 我们要宣布一个内幕消息 什么样的内幕消息 张医师虽然是 这本素生经上面 写的这个作者 但是素生经 其实另外有原创作者 也就是本书的灵魂人物 那么他是我们 塑形生命能量协会的 荣誉理事长 是我们尊称为 一天大人的张艺天先生 事实上所有的工法 不管是动工 进工 或者是 甚至是这样子的 一个示意图 都来自 他的概念 那我们其实呢 就包括我 包含张医师 都是遵照着 这样的一个概念 来做 调养 身体 很可惜 胃腹部一直不知道 其实 当我们遵循 这样子的调养方 我自己大概三年到四年 没有使用过健保卡 这个除了洗牙之外 没有用过 所以我本来想 卫福部好像应该颁奖给我们这个团体 因为我们节省了非常多的医药资源 接下来 我们就要请我们这本书的灵魂人物 原创作者 一天大人 和我们连线致辞 大人今天没有到场 原因是 他正在环台 醒脚 他预计以四十五天的时间 走完全台 事实上 他今天还到了琉球 那 大人 应该被打屁股 因为这边的连线有问题 耽误大家时间 还有就是我可以要一个邀请 要求一个你们的荧幕 不要让我看我自己的荧幕好吗 可以让我看现场吗 谢谢 不好意思 我不应该用这样子跟各位见面 但是 因为 刚好我在环岛 然后 警角台湾 刚好启动第八天 我们今天是第八天 那我们今天特别多加了一天 坐船到小榴球 刚走完 刚走完小榴球一圈 然后刚好等待这个直播 然后 其实今天是张嘉玲 很重要的日子 所以我在这里先恭喜他 这本书 终于 现世 那 其实一切都是他的 个人的修为跟修养 他自己用身体 用七年时间去实现 我只是推波助澜 帮忙他坚定 坚持住 然后告诉他 一些 他个人可能不太容易相信 也不太容易从学术上 学到的一些东西 我很坚定的告诉了他 那各位可能称为那个叫信仰 那 其实信仰就是一种信心的表现 然后宗教也只是信仰的一部分 所以 我希望现场每一位来宾 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员 或是多大的学术家 我希望把自己的一切 放到最低 你就会看到信仰的力量 你就有你的心 听到真的声音 真的声音 绝对不是知识的声音 绝对不是权力的声音 绝对不是财富的声音 而是在你夜深人静 感觉无助的时候 内心深处 透过良知道德 给自己的一个声音 《树生经》这本书 其实很容易 很简单 但是很难做到 因为第一 你可能不容易相信 第二 你相信后 你可能坚持不了 第三 他可能没有医学背景 所以为什么我要叫 麻烦张嘉玲医师 写这本书 因为 我没有医学背景 我也没有医师执照 所以 我不需要在医学上 留下什么经典 但是塑形问事后 是希望做一些 更有意义的事 让这个世界 充满爱和和平 不是靠嘴巴说 更不是想 透过爱和和平 得到权利 是真的希望 世界的众生 不分你我彼此 能够好好的活在 这个地球上就好了 至于 谁有权利 谁有财富 谁有学问 那各凭本事吧 而 如果你真的有荣幸 有能力 得到了权利 财富 或是学问 应该善用 好好的为这个世界的 暗爱和平 为不如你的人 为那些弱势团体 为那些其他众生 跟我们一起要共用 这个地球的那些 跟人不一样的众生 我们应该 好好的保护他们 凸显人的伟大 跟人的重要 这才是真正的 树生经 树生经从自己身体 调整开始 从自己的身心灵 调整开始 从生老病死的问题 介入开始 进而到生老死 我们把病慢慢在我们的生活里 拿掉 当然啦 那医院可能就慢慢没生意了 这样子我就会变成医院的敌人了 所以我叫张嘉玲出头 因为他是医生 那他做医院的敌人 那是他的事 那我不愿意 所以 我各位 最后 我希望各位要记住 我们可以很快乐 健康快乐的老去 我们也可以健康快乐的死去 为什么 因为我们懂 我们要怎么活着 邀请各位 都买这本树生经 回去好好的研读 放下心 如果真的有不懂的 问问前面的作者 张嘉玲 最后 当然我让各位看看 这个就多美好的环境 多漂亮的环境 我也非常高兴 今天第八天 我后面还有37天的时间 这八天经历了 风吹雨打 我们的脚破了再好 好了再破 我们的鞋子从球鞋 一直换到现在的假脚脱 我们的袜子一直换 我们的最大的消耗比 就是医疗器材 这时候我们觉得 医院有用了 就是我们可以跟西奥 西奥榜买大量的胶布 大量的消毒水 大量的止痛药 大量的贴布 但是我们只有一个信心 和决心就是 痛了让它好 伤破了让它复原 我们必须走完这45天 而且快速走完 我们平均每个小时走6公里 是非常快速的动作 一路上很多人看到我们都觉得 我们的速度很不快 其实就像树圣经一样 很感谢各位在场的所有贵宾 不好意思 因为我就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荧幕 我实在看不清楚 那很小 因为我的手机很小 在场所有贵宾 我希望有个请求 不请之请 我们树莓平生 或许你也不认识我这个人 我可能也跟你没有真正的 那里面有一个人我很熟 就说除了我们塑形的塑形者之外 有一个人叫田正俊律师 他有没有来 有 他有没有说他是跟我熟 有 那这样子还好 还好 不然有时候 不然有时候会蛮丢脸的 有时候我们说跟人家熟 人家说不是太熟 那就很丢脸 所以我跟他很熟 我跟他很熟 各位如果想了解我的过去 就可以问问他 他很清楚 我非常高兴他能 在我演讲也来 然后这次还来 何况我不在 我希望各位在场的 所有的贵宾 我刚看了一下 有很多过去的署长 过去的院长 现在医院的一些佼佼者 甚至各方的精英 我希望邀请也请求 各位是不是可以共同做一件事 就是把我们这个地球 真的出问题了 我们的地球不是生病了 它是被我们人 过度在文明建设上消耗 让他撑不住了 我们用文明建设 做理由 其实我们是 行使贪婪的掠夺 我们掠夺地球资源 夺不到就开始引起战争 夺不到我们就创造理由 去说别人不对 其实目的只是想 夺取他的石油 夺取他的物资 夺取他的一切 我这样讲 或许有谁 大家会觉得 我倒漫然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就是为了经济发展 不就是为了让 这个世界更好 我只是想 从新冠病毒开始以后 我们真的神思反思 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们真的让这个世界地球 因为会有人更好吗 真的吗 我相信大家 晚上扪心自问 从自己的身体健康 到自己看看 自己旁边的周围的 朋友 家人 是怎么样 在生活里挣达的 不管有钱没钱 有权利没权利 有学问没学问 其实真的快乐吗 真的心里稳定吗 我希望我们大家 能够帮个忙 不是大家都要来追寻 塑形信仰 或是来 跟一天大人 跟着后面 都不是 我只是一个目的 希望告诉大家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 我们剩下的时间 剩下的金钱 剩下的权利 剩下的学问 我们是不是不要 再拿这些东西 再去夺取金钱 权利学问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 拿来真正的使用它了 把我们的金钱 权利学问 是不是真正使用一次 使用再一次 真正对这个地球 对我们生命 对我们生活 对我们家人 对我们周遭的一切 有帮助的地方 而不是在继续拿这些东西 来夺取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有权利 还一直拿权利来夺取权利 我们有了金钱 还一直拿金钱来换取金钱 我们有了学问 还一直拿学问来换取学问 那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我希望这一点 我可能是有点 在关公面前耍大刀 但是我是真心的希望 跟大家唤醒一下 我们是不是慢下一下脚步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停下来一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为我们的身心灵 身心健康好了 停下来一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真的为我们家人 我们周边的朋友 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这个地球的环境 停下来一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真的停下来一下 不要再打着发展经济 发展文明为借口 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停下来一下 我只是希望要求停下来一下 我们停下来一下干嘛 看看 看看这个世界 看看我们周边的兄弟姐妹朋友们 看看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身体声音 我们是不是真的平衡 我们是不是对未来都充满了希望 永远不害怕 我们是不是真的认为 我们这样再继续活下去 我们的地球会越活越好 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 我们周边的朋友会跟我们越来越好 越来越快乐 还是别见到 我只是希望我们一起来问 马上明年台湾又要选总统了 我对这个事没有什么兴趣 但是 如果我们只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在重视这些事情 而忽略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生活需要是阳光空气水 我们生活需要的不是 是总统 我们生活需要的是健康 我们生活需要的是心理平衡 我们生活需要的是 一切一切大自然给我们的物资 而不是那些高楼大厦 不是那些汽车洋发 更不是那些洋枪洋炮 所以我希望真的能够利用这个时间 再跟在场朋友们 刚好我也在环岛这一天八天 我甚至反思 其实我们过得太舒服了 太好 大地给我们东西实在是太好了 我很谢谢各位来这里 参加这场新书发表会 我非常感恩也感动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继续赶回台湾本岛 要再往屏东走 我们要继续赶路 然后我在这里预祝 今天来这里的所有朋友 都能因为参加这场新书会 你们以后的健康会更好 家庭会更和乐 这个世界也会因为你们更和平 充满了爱 那我也预祝这场的新书发表会 会因为有你们的参加 让张嘉玲这本书真正的传播出去 让台湾让世界都听到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争权夺利 这个世界要的是爱和和平 在这里感谢各位 不好意思在这里听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唠叨了这么久 真的很谢谢各位 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的话 我就要继续赶路 然后预祝你们一切健康平安 大会成功 平安一起乐 好 大家应该很开心 看到了本书的作者之外 更看到了幕后的作者 也就是本书的灵魂人物 一天大人 好那我们现在要继续的请张医师 来告诉我们在他身上发生的 第三个奇迹 然后呢 我现在把它回到我们的行而下学 就是我们人 事实上能够做得很少 在我自己血压高的时候 我就只能吃药 我头痛我就吃药 我什么东西我都吃药 好 现在医学 大家想想看 诊断完就是 给你咬肯 如果真的不行 就是开刀 那当然开刀有它的必要性 我之后再讲 但是现在我们在讲说 我可不可以回到 没有必要吃药的状态 我为什么高血压 我为什么高血糖 没有人在想这个 医生第一个反应就是 好 诊断 不管中医西医 就是诊断 诊断完就是药 那 我可不可以过减药人生 那我自己就是 减药减一减 我现在可以不用药 我就非常感激 那 那 那就是很简单 说简单不简单 就是怎么样 规律 持续做 净轻化条定 净轻化条定 那 那净 轻化条定 说得很简单 但是 做了 有这么多功法 大家可以在书后面的三分之二 就可以看到这怎么做 那下一页 Next 好 不是上一页 好 那为什么我会引用弗洛洛伊德学说呢 因为我自己发觉我 我懂的别人没办法懂 那我就把弗洛伊德学说灌进来 很简单 就是说 我们的意识层是在我们 total的这个意识层里面 不到百分之十 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用到的 只有10% Less than 10% 那我们百分之九十呢 就是危害我们 我们可能下一次 因为压力的关系 我们自己生病了 我们不知道 那 那这90% 我们如何用呢 好 那那就是很简单 当你用静心化的定性方法 你很规律的静坐的时候 你的意识层 有一天 它有办法 你达到空性层 空性意 空性层就是在潜意识 空性意就是无意识 你真的进入空性了以后 你有办法 真正去动这一块 当你能够动这一块的时候 那个能量是无数的 几万倍的 几千万倍的大 那有些人 他会跟我分享说 他在全身 有时候下班很累 全身都酸痛的时候 既然经过一次的速做 然后他就是没有用闹钟 他做完 他发觉他做了大概二十几分钟 然后他全身的酸痛都不见了 这个就是达到空性层 很少 但是你要真的够近 低一点 然后呢 真的是做到 可以放下所有的事情 那当然你眼睛闭起来 很恐怖啊 很多事情都一直来 像我眼睛闭起来 就开始排schedule 我什么还没 对 我什么时间要做什么 那我还欠了什么 我什么bill要交什么什么 我甚至可以排到两年后 要出国开会的schedule 那很恐怖的 所以眼睛闭起来 才是我真正烦恼的 开始 后来我就学他们 就是开始告诉自己 我这等一下再处理 很轻柔的跟自己讲 我等一下再处理 渐渐的 你知道这空性层了以后 你真的很舒服 那这个 我没有办法跟你讲 因为你要自己去体会 你们如果说需要体会 需要帮忙 你可以跟我讲 我可以 我们全神都可以派人过去 Next 好 那你真的进入空性层了以后 就是很简单 你这个空性意 一旦被启动 你就变成什么 行而上 行而上的话就是 义气血精血 当你这个 当时你只要启动这一环 就是行而上之血 你会发觉 所有的都是相辅相成 所有的相辅相成 所以就是以义行气 以气迎血 迎血归心 行军守穴 当然你的生命能量也会巨足 一个生命能量巨足的人 他会常常都很快乐 而且他不会骂人 所以我以前很会骂人 就是我生命能量很差 所以我一直很努力矫正这一块 那之后所谓的生命超脱 就是林院长所提的这个生命超脱 当然最后我认为 一个要身体不坏的人 才有资格讲悟道 全身都是病的人 你跟我讲悟道 那很好笑 所以我就不太相信 某些人跟我讲的悟道 是因为这个理由 那我本身做到了什么 我做到义义行气 为什么呢 我左边的膝盖 PVNS是一个自体免疫疾病 那我开 我开第一次刀 然后做了放疗 然后还是复发 因为复发率46% 我第二次开刀的时候 那个 在做这个林院长 他来我的床 他到我的床 因为他很nice 住他的头等病房借我 因为我是骨科的病人 然后他跟那个 詹医生主任 两个人 连妹的 来到我的床尾 然后跟我讲 你的膝盖完蛋了 然后 还很热心 拿那个病例给我看 医生就是这样 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就是百分之百达到任务 他就给我看 我的软骨全毁 我的软骨全毁 那由他的口里 亲自跟我讲 我是OA Stage 4 对吧 那所以我永远记着 他那一刻跟我讲的殷容 因为那时候我是 没有 我不是说殷容晚在 不要误会 不要误会 我只是说 当 就是说 你要当病人的时候 你就知道 当医生宣布你 Hopeless 这个 这个是没有 希望的时候 我从第一次手术以后 我没有停过 最强的那止痛药 叫 Cose to Inhibitor 因为 我不吃它 我就走不了路了 好 有一天呢 一天大人 有个单单的跟我讲 你那个止痛药 我从来没有跟他讲 我吃止痛药 你止痛药要停了 你的肝肾快要坏掉了 哇 经过那个高血压药 那个教训 我这下真的停了 停了以后 我就做人意了 因为我痛到走不了 我那皮肤一碰 我眼泪都快流出来 因为我 各位我非常怕痛 我去健检的时候 要先抹 40分钟的 那个局部麻药 我美容中心的所有同仁都知道 什么东西叫我做 我都拒绝 因为我怕痛 我怕痛 你给我洗脸 可以其他不用 那所以呢 我这么怕痛的人 就得的病是最痛的 你觉得是 老天爷要 是不是在 是不是在 让我以身试法 让我知道 我该忏悔赎罪了 所以 在不断的忏悔赎罪里面 我做到一意倒气 为什么 一天大人就说 你就 在静坐的时候 想 这个气 借由外气 变内气 这个气 导到膝盖 然后把翼 导到膝盖 一意倒气 那我一个月以后 我就可以不用 我就可以不用轮椅 那在 在 在很短的时间内 我那拐杖都可以抛掉 那 为什么 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个呢 很简单 我傻 我就不会 对不起 我们现在因为在直播 我们需要 没有 你就现在这样 我们需要张医师调整一下 他的姿势 我没有去多想 因为我看到 有些先行者 真的很有效 我就听话 我听话照做 所以我就一意倒气 我就一直在训练自己 一意倒气 一个月才做到 但一个月我觉得算快 因为我的那个慧根比较不好 所以 虽然老师都说我慧根好 事实上没有 我觉得我很 就怎么讲 我很努钝 而且 我值很重啊 那你要先放下我值 你才可能接受这些嘛 所以 当我相信这个有效以后 我一意倒气 我就把 Cross-to-inhibit拿掉 那 那个 我也问过几个 专门走 那个疼痛的学长 他们都说 哇 你意志力好惊人哦 你竟然可以这样做 我跟他讲 抱歉我打针 我都不让你打 我意志力很惊人 不可能 我的疼痛指数 没有说 突如票上去 如果 有个医生形容我 0到10 我是负1 因为 我看到针就开始叫 他整个 他整个医院就被我叫了 不能 所以 基本上 很感恩 很感恩就是 不小心 能够 有机会 做到了这一步 那其他的 我不知道我怎么做到 但是我 现在还在努力做 但是 我的 强力止痛药可以不用吃 这个也是一个 我个人认为是奇迹 那 好 那 那再来呢 就是 由于我 做到了这一些 我的免疫力也提升了 各位 所有的疾病都是一种免疫风暴 如果大家把这句话听进去以后 我自己的膝盖是自体免疫吗 那癌症是什么 你能 你发觉你自己细胞叛变以后 你没有办法把它移除掉 也是免疫的问题 所以所有疾病都是免疫风暴 那我们免疫不管高或低都不好 那如何避免这免疫风暴呢 很简单 从新开始 我们一定是由内而外 我们进清化条定做完以后 我们有办法进入这个 益气血清界的这个境界的话 你的免疫风暴就会走 那我那时候 刚到北京的时候 一个月都会生一支病 叫做化农性扁桃腺炎 这是小孩子会生的病 那个林老师都知道 大人怎么会生这个病 所以我免疫力有问题 那就有一天 就是连续烧七天 什么药都没有药 我那时候很得意 我带了当时最进步的第三代口服 Cephalosporin 我就很得意 你看我没有被药 你这里都没有 因为我不相信那边的药 白了威 然后我就把我自己的进口药拿来吃 没有用一直烧 烧到第四天 还有浓 他们那个耳鼻河和主任 一给我检查 还有浓 就挂水 就是打点滴 然后用那Penicillin类的 再打三天 就还是一直烧 就是不停 那就Fever Cheered 你知道你这样几轮下来 你整个人都虚了 虚了没关系 我的信心都没了 我就想说 哇这发生什么事 然后在我最需要他们的时候 因为我很难过 我自己要拿 我没有办法下床去拿水盒 我的朋友参加什么党训 然后有的是去应酬 有的出去开会 没有一个人在身边 我求助无门 我那个时候 我发觉我的生命 就像沙子一样 在我的指缝里 开始漏了 我那个时候 我就知道我完蛋了 那我得意什么呢 我在追求什么 我追求到我的命快没了 然后一个礼拜以后 很高兴 Fever Cheered 没了 我就把件事忘了 因为人总是忘教训 比学教训快 第二个月 我又再一次 又得了同样的病 两个这里痛到都鼓起来 我在想说 What happened to me 一样 这次他们就说 你那口服药没有用 先打针 好 我接受嘛 我就先打针 一样 还是继续烧 烧完三天以后 那个 他们要给我换那个 点滴头 Hepaline Lock 我说不要 我不要打针 我怕打针 我就吃回我的 口服特效药 还是烧 反正我不管吃什么药 他就知道烧七天 经过这两个月以后 我就知道我完蛋了 我真的完蛋了 我的免疫力一定出问题 所以我就努力 这些塑形的工法 这些工法 我不知道我的行为上 到底做多少 但是我知道 我渐渐的变好了 所以在这一次 北京一开放以后 它的这个疫情 一开放以后 北京那是病毒很毒 它都是烧四十度的 全身酸痛 然后呢 我跟那个 王挫松社长聊天 我说我都没事 他说 哇 你好厉害 百分之九十以上 不管是台湾人 或大陆人 全部都高烧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在医院里 本来要分洋区 跟非洋区 后来都不用分了 全部都带病上班 那医生有着痛到 痛到他 他没有办法爬下床 上厕所 他叫我扶他 我拒绝了 一百九十公分 等一下他跌倒了 我就骨折了 我叫他自己慢慢爬 那我可以帮你 那我为什么可以在 那么严重的疫情 大家都不要以为 北京那一支 跟台湾这一支不一样 台湾这一支 跟广州那一支 是同源 百分之九十八 没有症状 你不知道北京 他们这一支 被诊得多惨 那医生跟我讲说 你不要跟我讲 那是感冒 我这辈子感冒 没有那么痛过 也没有那么难过过 烧四十度 七天 有的比较幸运 五天 都是高烧到四十度 他们 他们非常 而且烧完都有后遗症 那三个礼拜 才会完全可以 真正回复上班的步调 所以呢 那个王秋中市长说我很厉害 我心里在想 我在 我要 我要感谢什么 感谢这些功法 还有 我要谢谢我自己 我愿意练 所以各位 你们来 我今天谢谢你们 你们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 这个功法 真的是友好 这是我第三个奇迹 我的免疫力 奇迹的提升 我以前是免疫力 低到会得小孩子 得的那种病 然后 怎么治疗 都还是要一直来 我现在有办法让自己 也是四年多 没有用健保卡 所以杨书长 两根健保局 来表扬我们一下 真的 你当你不要再依赖药 你真的回到病的根源 不要去医病的结果 去医病的因 因果之间 你选择 你也选择 反正我无能为力 我就服药 对不对 我以前那个连续处方 这么大包 然后三包 三个月就三大包 这样子 我是这样的人生 一拿到药 很兴奋 开始排 有没有 大家都有 只要吃过药 都有经验 我现在 希望各位 开始过减药人生 最后呢 过没有药的人生 你是你自己人生的主宰 你必须拿回主宰权 我最怕得癌症 因为 癌症夺走 我很多 很重要的亲人 我很怕 因为 他们会拖很久 然后 他们在走之前 真会让你很痛苦 家里只要有一个人生病 那全家人都很痛苦 所以 我在看着他的时候 我就告诉自己 我以后绝对不要成为人家的累赘 各位 我为什么写树生经 就是因为 他有办法让你不要得癌症 Next 为什么可以不要得癌症 我现在慢慢说 我现在跟各位讲 塑形条理工法有这么多 那光一个塑形经就有这么多 我现在就是 我能讲的 我尽量在这个短短时间内讲出来 各位书里面都有 Next 那 好 先开始 我刚所谓的塑作 最重要的就是注视不理 其他的话 慢慢 慢慢的延长时间 然后 早晚做 早上起来 早上起来为什么要 先塑作 因为 早上起来的时候 你阳气不足 你猛难做 这个 早上起来就是 心脏病跟中风 最高危险情 为什么 你阳气不足 你硬干 硬干的时候 你的那个身上 那个 那个身上腺素就 一个surge 他就应付你身上的应变 所以他会去拿肝糖 会动用肝糖系统 所以我们 我们 我们早上起来就先 在床上 你要上厕所 去上厕所 上厕所 回来就稍微静坐一下 然后呢 什么姿势都可以 就是不动 就是维持一个 不要动的姿势 没有一定要盘坐 没有一定要盘坐 我先各位解释 因为盘坐 对有些人来讲 他会痛 痛反而会减低 这个素坐的效果 那一开始各位 先把素坐时间延长 因为你延长以后 你才会觉得舒服 你才愿意继续做 要是你一开始 脚就很痛很痛很痛 那你就会不想做了 所以 所以我是 用这个方法 才慢慢延长 我半年才做到 所以各位 你们都可以是我的老师 Next 然后素形呼吸法 各位 太素全形呼吸法 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就是为什么 有些那个 真人可以十几天 在山洞里面 他们不吃不喝 那就是变植物 那我们离这里太远 我跟各位建议 就是4462 4462 那 再来就是 本源呼吸法 本源呼吸法 是你走路也可以练 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Next 那 素形九世 刚刚那个 那个领院长有提到 素形九世 你把123456 照着做以后 你全身的经络通 会通 然后那个气血也会通 但是 但是我建议就是 静心化疗地 做完以后 这九世曾经有一个 他本身是 那个 有练这个气的高手 他跟我讲 这九世非常 非常好 非常好 那因为我 没有气感 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做九世人 他们都越来越好 Next 那还有很多 这些条理工法 Next 好 再来就是 我们本身 有一种 叫做宿命术 是一个牛樟之孝术 书上有写 那 素形法就是 排毒的最好方法 素形玉加素形茶 Next 这个是 对 整个 静心化的地理 都有帮助 那非常重要的是 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 就不要吃太饱 不要吃太饱 再八成饱 八成饱 然后呢 各位 那个 唾液 至于水 喝适量就好 我知道我这样讲 很多医生都要K我 因为我以前也是 一天要喝2000cc的 都要带瓶子去 不要 因为你一直在喝水的话 你的肾脏 会 急着排水 反而浓缩尿液 它时间有限嘛 所以我们的 本身注意 一定要让你的 那个喝水寒饮 你的尿液是黄的 然后你的口水 很重要 我们要自己吞 早上起来一定把 昨天晚上口水 吞进去 我以前不是 我早上起来 我先漱口 先刷牙 不是 只是把口水 吞进去 因为口水里面 都有我们的免疫细胞 我以前都是觉得 口水不太干净嘛 一个晚上 对不对 错 尽量吞 所以我很多东西 是被颠覆的 但是我照做 那茶是一个好东西 大家可以稍微喝一下 Next 下一页 好 那 睡眠 我跟各位讲 睡眠非常重要 为什么 你如果没有好好睡 你就没办法好好排毒 为什么 你到11点开始 你的胆 然后1点到3点肝 然后3点到5点是肺 所以你11点到3点 到5点中间 是最好的睡眠时间 我都跟人家讲 你如果只能睡4小时 你就睡11点到3点 3点起来继续做 我以前 其实我以前写论文也是这样 可是我身体还是一堆病 我就是说代表说 我即使按照这个做 我还有其他要注意的 我等一下跟各位讲 为什么我很相信这个 因为 我有个旧妈她得 她是肝癌 转移到肺 她就是半夜3点起来咳 咳到全家都起来 我就是验证了这是肺经 所以我在这个12经络里面 我可以跟各位讲 大家一定要尽量11点睡 就是你尽量把你的生活调成这样 那有些人是特别早睡 那我不管 反正你11点到3点 你就尽量睡 这个是让你身体能够 真正进入很好的排毒因子 那你这个毒不排出去 你跟我讲你免疫力要很好 不可能 因为你全身都是毒 现在我们的整个身体代谢系统的隐乱 不只是个人的食物 这个环境 这个环境整个 还有我们本身 自己那个排毒能力降低 也有关系 所以前因后果加起来 我们这个睡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跟着大自然走 Next 所以 我要先问一下 大家在座有打疫苗的请举手 医生都有打 我也被强迫的 老师你不是没打 有 疫苗 OK 那 我等一下讲疫苗的事情 那个老师不要骂我 Next 好 那我们一定要过那个 塑形生活 塑形生活其实很简单 就是 就是 你要 有规律的 静坐 那我自己都做不到 因为早上30分钟实在太难了 但是我会尽量 做一下 至少5分钟 那 酒室有 尽量每天一到 可是不要8点以后做 因为做以后 你身体气血通 你睡 你会很兴奋 不太好睡 那你可以用局部的加强 那各位 饮食控制了 睡眠控制了 然后其他的 就是我们要慢慢做 Next 好 我现在讲无灵性饮食 这个 就是 我们要吃的东西 尽量是没有灵性的 这个是 爱自己 爱地球 爱众生 当你做到爱众生的时候 就尽量无灵性饮食 各位大家都以为 植物的蛋白质 没有动物性好 各位 你可以看到这个黑豆 跟这个蛋 这个是几倍 是几倍的比例 那还有这个 维生素B12 现在已经研究出来了 维生素B12 吃素并不会 并不会少 那些动物也是去吃了 这些东西以后 他们肝脏才有 所以你 你就是怎么样 很简单 不要偏食 藻类 还有那些 那个 藻类 还有那些 一些无骨类的皮 这些都 都必须吃 然后还有那个 深色的 蔬菜 这些里面都有 Next 那很多女孩子 都跟我讲 她缺钙 那个 因为生产 就会缺钙 那各位 你看一下 她这个黑芝麻的钙 是多高 那你要知道 动物性 你吃骨骼汤的钙 跟这个 根本就不能比 那个就是百倍的差异 所以 我会鼓励大家 尽量都是黑芝麻 白芝麻之类的东西 那铁也是一样 所以结论是 你吃无灵性饮食 并不会让你身体不健康 但是你有口腹之欲 没关系 大家发挥爱心 我今天要护地球 我今天要爱众生 我怎么爱众生呢 我可以一个月吃一顿素 好不好 我们发个心 如果更能好 我们一个礼拜吃一个素 我以前开始就是 我想说 那我早上吃素好了 早上吃素很简单 那就是这样慢慢做 我以前在美国 早上是可以吃牛排的 因为我那边的老师 就是这样 那他们都带我去吃 那个比我脸还大 你知道我那时候脸很大 比我脸还大的牛排 这就是很不可思议 那我是后来 我瘦了二十几公斤以后 我才开始决定不要吃肉 很多人都是说我吃素瘦的 不是 不是 真的不是 我可以跟你讲 吃荤吃素 都吃不出健康 除非你按照这个规矩吃 我真的跟你讲 不要妄想说 我吃素就很健康 你如果没有按照这些法则在吃 你还是一样不健康 Next 好 我们要鼓励大家吃素 你看骨头苍 大家是很好喝 对不对 1.8毫克 尤其是女性 这个植物要多吃 Next 所以呢 我现在要讲湿症 这个湿寒是很严重的 这个是大陆的data 你看湿症可以引起这么多病 那事实上 就是湿事实上 你没有把湿去除掉 你进入寒的话 就是免疫力出问题 这是偏中医的理论 但是让我跟你微微的 湿气的湿 不是尸体的湿 湿气的湿 但是你湿气不足 你就是往湿体走 我当年就是湿寒很重 我在 大家要相信我 我的无能为力 我当时有找很多医生 我在北京有找一个光头的中医名医 他就说 我从来没看过一个南方人 怎么会这么湿这么寒 他说你是活在台湾的吗 我说对 他说我的体质非常特殊 湿寒非常重 所以为什么我后来的胖 还有我身上那么多病 都是湿寒引起的 所以湿寒把它排掉 就是排毒 就是排毒 所以邮经理我今天要回答你 今天早上问我的问题 排毒不是一二三四五 排毒是全面性的 排毒是全面性的 那就是从排湿寒开始 你看湿症就可以引起这么多 第二次 大家要怎么预防癌症 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爱的人不要得癌症 苦口婆心 来 虚寒 湿 凝 淋 淋 你如果到 虚寒湿 淋 你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他一定会 寒症开始 身体就这里痛 那里痛 湿的话 通常都是 你就进入过敏体质 因为怎么样 你的免疫力开始出问题了 那如果到您的话 在这里有没有 夏天一定要开冷气的 就说你下班回家 家里一定要忙开冷气的 请举手 让我知道一下 回家就要抱着冷气的 有没有这种人 有 来 各位 很好 夏天非常依赖冷气 而且比较不怕冷 我曾经看过 去美国的 那个Aquarian 看到那个海豹皮这么厚 油这么厚 所以他不怕 他不怕冷 所以我胖的时候 我也比较不怕冷 那我热成油 除掉以后 我就发觉 我开始有点怕冷 我就会对 气候的反应 比较好 事实上 这不是坏事 这是我姐 我已经 把您去掉了 各位 你知道 您再来就堵 堵完以后 你就是 那个臭水沟 身体就臭水沟 开始有脏气 脏气完 你就开始往流走 往癌走 所以 我现在已经 六年不吹冷气 我只要下班 我绝对不开冷气 那如果说 真的很热 很简单 拿一盆水 然后放在电扇前面 吹环境 不吹我 那为什么能够做到 我不吹冷气 这个 就是您的功效 所以 各位 你看 如果预防癌症 这不是一个梦 那为什么会有癌症 我在 写这个 这个的时候 那刚好就一个 New Grand Journal Medicine 有一篇文章就跳出来 他就说 日本有个长寿村 所有的死亡的那个老者 都是超过90岁 那死亡原因都不是癌症 那大家就很 很奇怪 你有什么诀窍 就拜托他们 那 就这个村就同意 autopsy 就是做尸检 那各位 他死因可能是心脏病 脑出血 反正就不是癌症就对了 那各位 你猜他们身上 有没有癌细胞 有 很好 那为什么没有发癌 没有聚集 Aggregate 就是这个字 Aggregate 你的癌细胞聚集 聚集了以后呢 就是你用这些 这些把它逼逼堵了以后 你只要一堵起来 癌细胞就开始聚集 那如果到流这边 流之前用素生精 都有办法 马上解决 但是你到癌 就很难 为什么 你已经得癌症了 你身体本身就是 有恶性细胞在吃你了 你有那个穿透式的意志力 可以控制你自己吗 很难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 预防胜于治疗 你真正到癌 除非你个人 真的天赋异禀 意志力特别强 像我这么怕痛的 我只要 我只要得到癌 我可能就告诉自己 我准备领盒饭 那意思就是 我准备死的意思 那所以 不要到这里 你在这个之前 我们用塑形工法 很快就回来 各位发觉 你的体质会变 例如说你头皮 不再那么油 你自己看舌苔 不再那么湿 不再那么腻 大家这可以 从小地方观察 next 那我们为什么 叫做堵呢 各位你想想看 堵就是代表说 你现在 我手上拿一根水管 然后水管一边不通 不通的时候 我即使用强力水枪 去 就是我吃一堆药 去把这个 这个水管 我想要通 可是它是不通的 然后你一直 冲上面有用吗 没有用 你加强力漂白水 也没有用 所以我跟你讲 我们的药就是这样 我们要先把自己身为 变成一个有机体 不再淤跟堵 我们才有机会 不要得流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 内气非常重要 刚才跟你讲 进氢化调定 你到调你的 全身的 那个经络跟血脉 都是通的的时候 你就不会堵啦 所以 塑形工法 跟这个预防医学 是结合的 最好是预防 你真的生大病要回来 你天赋一饼 但是各位坐在这边 我们每个人 都在往疾病走 我们都该跟时间赛跑 我们跟老化赛跑 但是我们有办法 把自己拉回来 绝对有 所以就是按照那个工法 慢慢做 Next 你会发觉 你的体质在变好 那妇女保健 书上有 我就不多说 你就是少吃冰 Next 你们以后就知道 你们以后就知道 好 那我们在讲的 最好的这个说 我们如何减缓失智症 人体有五大排毒系统 肝 大肠 肾脏 还有肺的呼吸 还有皮肤 那这些都很容易 有些人跟我讲 我就运动 运动没问题 皮肤排汗 这些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跟各位讲 最难的 最难的一个是心灵排毒 心灵怎么样排毒 从无私做起 各位 我们要真的把自己的我 放下来 开始去做一些 利他的善行 当你真正开始排毒了以后 你的六大排毒系统 一起做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 才有可能身体健康 你 我可以跟你讲 身心病 心生病 就是这样来的 我们就是 我们的心理 的魔 正以滴水穿石的力量 在腐蚀我们的身体 那一旦等它穿透了 那就要拉回来 哇 那个很 真的难啊 尤其是 我们只是普通人 像我这个 这么怕痛的人 我只要想到 我哪天要躺在那边 家务病房 全身都管子 那多痛啊 一个管子我就很痛了 很况全身都是管子 我不要过那种日子 我要让自己好好的活 所以 这个排毒系统 各位 你可以参考一下 那这样子 为什么说 我是说预防大脑退化 你只要做到这六个排毒 你就不会失智 为什么会失智呢 就是神经跟神经的链结 中间断脸了 一旦断了要回来很难 我可不可以预防它 不要断 可以的 可以的 那当然在这过程中 各位 好好呼吸 为什么 我们呼吸是不是排毒 呼吸好好呼吸 你好好呼吸 血氧够 你睡眠好 你不但不得忧郁症 你还不会失智 所以大家 不要小看这六大排毒系统 大家一定要发念 把我放下 在无我的境界 你才能进入空性意 所以 怎么样能够运用潜意识程 这个空 这个空很简单 空不是无 空不是无 空跟无不一样 但是要进入空很难 那我们就慢慢做 慢慢做 Next 那事实上 这个 这个 像阿斯海默 它是一个 在 实际 这个实际上脑 是有 一个 气质性的变化 那 这个事实上 我们有没有办法预防 是可以预防的 那现在对这个病 基本上 大家是束手无策 那 我可以跟你讲 你用束型工法的话 你可以 不要往那边走 Next 那这个是 他们建议的 不要的五大漏袭 事实上 我可以跟你讲 你就好好按照 束身经做法 你就会发觉 你不会得 我这跟你保证 因为我知道 那种 失智的可怜 Next 书上都有 那 那我会鼓励各位 念 念经典 书上我也放了三部经典 这是我们束型的经典 这个讲身体 然后 然后这个讲心理 这个讲灵 身心灵三部 我自己本身在 在 在 在受下来的过程中 我把所有的经典都试了 因为 有些工法会痛 那我发觉 能够让我最不痛的是这一部 所以 我自己本身的心得 那我也拿了心经啊 圣经啊 那些 全部都 当时都一直在 一直反复念 希望不要痛 因为我们怕痛 所以我跟各位 很推崇这一部 是太书经 那三部 经典 不求圣洁 因为 以色列在教小孩子 念圣经的时候 是不求圣洁 那 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我是基督徒 他们 他们不会解释给你听 他叫你先背起来 就背起来 背起来以后 你自己会懂 那这个经文也是 像我们佛教里面 很多是凡音 那个凡语 那个 我念老半天 我也念不懂 那都不重要 为什么 你就念就对了 你总有一天 他会植入你的心灵里面去 三部 身心灵 Next 然后呢 刚才讲到生死学 我们 我们 人生 最公平就是生跟死 对不对 我们也没选择 但是 我们可不可以 不要有病 可以 你把素生精好好练 你真的是可以除病 就是我们可以 不用健保卡 我就不吃药 然后 我就可以好好的活着 我自己体质 慢慢往好的改变 那所以 我在跟我的老化竞赛 我在跟 我的疾病竞赛 那但是在这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修复 那是最好的境界 如果在 我们不是只有消耗 我们在过程中 也就有恢复的力量 我们是不是可以老的 比较少一点 所以人生就只剩生死 我希望各位都 能够跟我期望的一样 是健康的老去 我可能 希望我老了以后 我有一天坐在那里 就静静的走了 就不是 插板管子 在 在那个 酒精味的 那个病房里 听着那个 monitor的声音 那是很无助的老去 跟死去 那 那死的话 我也跟各位 分享一个 就是 为什么 我外婆死的时候 我可以熬的过来 是因为 那个 一天大人告诉我 这个人 一旦死了以后 他的灵就走了 他就不是你外婆了 他剩下的 那个 臭皮囊 也跟你没关系 因为他都走了 所以 你 这个后人 要怎么哀悼 那是 安慰你自己的心 因为你外婆已经 脱离这个灵 他已经 不管他是 能够回到我们的来处 我们 我们 我们说能量场 不管是能够 不要轮回 或是继续轮回 或是他这边 做很多坏事 进入另外一个界 他轮回 就没有办法 变人 怎么样 无论如何 这些 总而言之 他可能 可能怎么样 他都不是你外婆 所以 他既然不是我外婆 为什么要伤心 我以前一只狗死掉 我都会伤心很久 你知道吗 我们家那个狗 琴琴 他是坠楼死的 那是很sudden days 他自己跑 跑楼梯 坠楼死 我那个时候 我伤心到 夜然人静的时候 我都听到 那个地板上 他指甲在走路的声音 我三天没办法睡 但是因为又要开刀 我觉得这样对不起病人 我那时候有吃安眠药 那一只狗 都让我那么难过 那我外婆 是刚好一个月 不用工作 但是就是因为 一天大人告诉我说 因为他的灵 已经走了 你们缅怀的 不是你外婆 好不好 所有的仪式 都是安慰 未亡人 那一刻我就觉得 我就整个释怀 所以我外婆走的时候 我没有很难过 这是一个 我很感恩 能够给我这样的启蒙 否则 为什么外国的丧礼 都是很高兴 我们台湾丧礼都哭得要死 不知道 我是很羡慕 他们那个境界 接下来的 那我们基本上 这本书就是这个十个字 静静化条定 意气学精确 大家好好利用这个里面 他所教你的功法 你都可以好好的提升 那我们这个义 是最难的 我们这个义必须是无私 而且是 above all 就是你不要去想要伤害任何人 你是很善念的那种义 才有机会去往下走 意气学精确 那我们也希望各位 能够努力赚钱 好好 好好在事业上打拼 但同时 身体健康 心理平和 生活平顺 这是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 事实上非常非常难 Next 那这个疫苗的事情 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 我不是在威胁各位 这疫苗打了三年内 大家 你们身体会出问题 我不是威胁 我是恐吓 为什么我要恐吓 因为很多人 漠视这件事情 因为我是医生 我没有打疫苗 我不能进医院 所以我没有选择 但是 我有办法 我现在努力排毒 这个疫苗 是很不成熟的产品 Messenger RAA 是世纪之毒 它现在已经证明了 它会 遗传下去 它不是走 Pogren Cell Death 它不是Aptosis 它不是说 这个细胞死掉以后 它就不在你的体内 没有 它继续 根据细胞分裂 继续下去 所以你要想办法排毒 你要排毒 有方法 素生精会告诉你方法 所以 大家有打疫苗的 你要知道 三年内 它不只攻击肺 也不是说 你只会 COVID-19在复活 没那么简单 这疫苗很坏 这疫苗坏到什么程度 有人刚打 它的肝肾指数 就飙上去 三个月好 好是假象 它三年内 会再被Reactivate 这不是恐吓 这不是恐吓 最后 我要跟各位讲 我今天 会浪费这些时间 你觉得我很无聊 我不去赚钱 我来做这个 我是真心真意 希望各位能够 跟我一样 重活一次 重活一次 真的很快乐 当我很痛苦的时候 我家里人都不知道 你可以问我妈妈 我今天讲的事情 她都不知道 她是看了书 她才知道 我没有让她知道 是因为我舍不得 让她担心 她非常会担心 所以 我很多苦 我自己受 但是我受了这些苦 我今天还可以 站在这里 我还能走路 我还能跑着 去坐地铁 我当时的期望 只是那么简单 我可以在北京 坐地铁 那么卑微的一个请求 一天大人说 那不是很容易吗 每个人都觉得很容易 但是我坐不到 因为北京地铁人很多 我怕一挤 我跌倒 我就骨折了 你知道吗 就那么卑微 我跟她 我的期望是 北京可以坐地铁 因为我一点到一个点 塞车太严重了 我都不知道 我几点能够准时到 所以我为了交通 是一个很大问题 我开车出去 我不知道几点可以开回来 所以我希望 可以坐地铁 我可以准点 可以算时间 我可以准点到 我那么卑微的请求 我的人生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今天我可以重申 我真的是 要跟各位讲 不管你 年纪 大或小 家里一定会有人 早晚要生病 大家记住 我们要走 预防医学 我们要把自己 身心灵管好 我们要怎么样 提升自己 用自己的意识 去控制自己的潜意识程 你的人生就有救 你不相信我 没有关系 但你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来找我 我还是会帮你 但是何苦呢 你要拖到后面吗 你要真的 得了癌症 然后诊断出来 你拿检查报告 跟我讲你得癌了吗 不要 真的不要 我们都有 爱的亲友 我们真的要为 自己活 也要为他活 一定要先 把自己活好 我们才有能力 去照顾他们 所以我恳请各位 好好看树生经 有什么问题 随时跟我联络 或是 介绍你来的人 我们叫引路人 跟你的引路人联络 我们都很乐意 帮助各位 解决任何问题 这是最大的善 这是最大的善 我在努力做一些 我觉得上天 竟然让我能够 这样活下来 上天给我这个礼物 我再回馈给各位 各位 如果爱 可以这样接力的话 请各位接力 把这本树生经 告诉你的朋友们 让他们也可以 健康 快乐 平安 身心灵都很健全的 好好活下去 谢谢各位 好 谢谢